啊 撸不下去了 在韩国狗狗去世不上报 既然要罚款 狗狗的葬礼费竟然高发50万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大白 在不久前去世了 我虽然不是原主人 但我养他的时候 又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听到了消息之后呢 就马上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一起为他举行葬礼 大概的流程是 预约葬礼的时间 罚狗狗的信息 照片 还有几个人参加 我过去葬礼场的时候呢 被工作人员安置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工作人员就像我们介绍的盒子 兽衣 还有骨灰盒 它的价位在1500到1500人民币 如果要租用他们的墓碑 每年根据位置 有5000到5万人民币的费用 我们选择了最基本的 然后带走大白的骨灰 现场气氛就是 随处都有纸巾和垃圾桶 还是蛮贴心的 然后工作人员就带着我们 进到了大白寨的那个房间 就很多狗狗的主人会带上 小狗 啊 露不下去 就是会带上狗狗生前 喜欢吃的零食 或者是他喜欢的玩具 因为我搬家了嘛 已经没有大白的东西了 所以我没有能给他准备 然后是按照顺序给加白送花 工作人员拿了一个小玻璃瓶 问要不要留狗毛做珍场 我留了尾巴上的那个毛 工作人员呢会给你一段时间 跟狗狗做高别 然后不限时间的 然后等你接到ok了的话 可以按门上的那个门铃 然后工作人员就会过来 把小狗送到火葬的地方 可以看到大白的最后一面 然后需要等一个小时 工作人员会问你 是你要亲自去装上下的骨灰 还是说让工作人员装好带给你 然后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画面 然后我们选择让工作人员直接把盒子送给我们 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葬礼证明书 也有一个小册子教你如何去上报 因为韩国的每一个狗狗 他出生的时候 他都是有自己的动物登录号 这是我们家大白的 然后你可以根据他告诉你的地址去做一个登记 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不登记的话 那是要罚款的 狗狗葬礼啊 还是猫猫葬礼在韩国也非常的普及 现在在韩国的大街上比起小孩子 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宠物 因为现在韩国人生活压力太大 导致没有办法生小孩 韩国人更多的会把时间和金钱 精力放在宠物身上 他们其实已经把宠物当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还有很多宠物幼儿园啊 宠物宾馆啊之类的 韩国的宠物咖啡餐厅也非常的多 很多人不理解 说花这么多钱给宠物办葬礼有必要吗 但是对于狗主人来说 其实这些并不是一个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 与其花时间争吵为谁办葬礼 倒不如尝试和谐和尊重 因为她陪伴我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买来的